网上很多人常把有红叶栈道的水域村当成了南教村 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乡籍行政单位叫南教乡 乡政府所在地就是南教村 水域村和南教村两个村距离很近 南教村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村子 有小学和卫生院 历史上的南教村规模就很大 富庶 网上有人说是因为产煤 房山很多村子都有煤窑 按理说应该都发展成大镇子 凭什么南教村在清代和民国就发展成远近有名的大镇子 还有一条商业街 主要还是源于南教村是交通的要充 房山的煤拉出大山有三条路 其中一条就是从南教村去周口店 到了清末周口店有了火车 更多的煤涌向了周口店 南教村自然成了运输的重要一环 而且围绕煤炭行业需要会打铁的人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这么多人都生活在这里 自然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贸易 如今的南教村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村 规模还是不小 是房山山区人口第一个村子 不过出到这里 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个古村落 样子就是普通的农村 从卫生院旁边的小超市这里的巷子进去 左边有个小超市 小超市旁边这条路进去 就是南教古街 我走进来就是普通的这个农村的院落 并没有什么特色的 不行一百多米才算到了所谓的古街上 古街上确实有些看似很老旧的房子 门口写着各种店铺的名字 但实际走进去 要不就是微房 要不就是民居 和门口挂的牌子毫无关系 比如这个拔工院 按理说是村子很重要的地方 结果里面只是些破房子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什么拔工院进来以后就是这样的 左边这屋子 就这屋子里头 吓死我了 这里停着搞棺材 吓死我了 看一眼 这是什么架装铺 反正给你标了一堆名字 但跟实际什么也没有 反正这条古街可看性不强 网上很多人来古街拍视频 直呼什么历史文化抵约 但你看他们其实就只拍了老房子的外观 因为根本没什么可拍的 也不知道怎么看破房子就能看出文化底蕴的 听他们说的也不过都是网上找的资料 也不管真假 怎么耸动呢 怎么说 什么古代王府井都出来了 还有村里的老房子 多数人真的能分辨出是明清的古宅吗 现在村民盖房外墙依然是用石头和泥土垒的 时间一长长得可都一样 当然南轿村也不是没有优点 村西头的过街楼是个古界 这是唯一残存的一点古村的风貌 过街楼旁边是真武庙 据说是明代修的 我去的时候正在维修 现在改成了香屎展览馆 院中的荫树不错 挺好看的 这里有一个银杏树 一棵大槐树 都挺大的 银杏树还挺好看的 修好了这还挺好看的 这是那棵大槐树 南轿村旁边的山上 其实还修有观景台和木栈道 木栈道可以爬山看红叶 虽然不及水域村的红叶 但是游客少 不用堵车排队 从南轿村木栈道这里 还是徒步去茂尔山的起点 南轿村因为比较大 有三家饭馆 如果您爬完了水域村栈道 可以到南轿村吃饭 南轿村不推荐专门来死 游玩其他地方 如果顺路的话来看哪凑 如果来游玩 不要导航南轿村 要导航南轿村过街楼 过街楼旁边有停车场 附近还有个戏楼 我去的时候再维修 旁边就是观景台和木栈道的入口 导航这里游玩最方便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 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那我们不信心地 我们不信心地